台灣自行車一哥馮俊凱 里約奧運國手黃庭英 一同出席騎鐵滿游台灣十大經典自行車路線 體驗認證啟動儀式 跟所有車迷分享最喜歡的景點 因為你回到台灣來嘛 跟在國外那種感覺不一樣 因為畢竟在台灣你比較熟悉的地方 然後你平時訓練的地方 也是你最熟悉的路線 所以你當然騎起來感覺會比較輕鬆一點 針對我 我平常也會在那邊做訓練 因為他那邊裡面是還蠻安全的 裡面就只有 就是他是在跟就是外面的主要通行 主要幹當那邊都是分開 所以我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家裡都會帶我們去那邊做 做一些個人TT的一些訓練這樣 兩個人難得放下征戰世界各地比賽的壓力 藉此機會還跟演藝圈的最美式館長劉湘慈 來一場跨界實境騎行秀 導覽台灣各大自行車道 周五的晚上我們常常會騎U-bike 然後到夜市或者是住民景點去吃東西 那這個大概來回我們是抓三個小時以內的 那如果說假日我們比較有空閒 然後天氣也比較好 我們就會到像是河濱的自行車道 或者是淡水和左岸的自行車道 去騎車然後吃美食 因為我先生愛吃也愛動 這一場由體育署舉辦結合觀光 人文環境保護為一體的領期活動 十二月十五號將在河濱自行車道登場 喜歡長陽在大自然的朋友千萬別錯過囉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zony благодар 以上 感謝ón視 詞